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楼层越高 噪声越大 很久之前大家都说这个楼层越高越安静 但是不知道哪天突然大家都改口了 说其实这个楼层越高 噪声越大 但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太科学 首先这个噪声的大小不仅跟这个楼层有关系 还要距离看这个噪声的来源和周围有没有遮挡物 所以不同的小区 不同的楼 噪声高低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其次呢 虽然这个楼层之间的噪声有所差别 但是最多也就只差几分贝 如果你不用专业的一期测量都察觉不到的 所以说呢 除非旁边有非常明显的噪声源 而且距离很近 比如说这个高架桥啊 或者说这个楼的底伤啊等等 否则没必要考虑噪声在这个选楼层过程中的这个影响 那第二个这个流传更加广的选楼层的谣言 就叫扬灰层 其实啊 这扬灰层的概念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啊 都是一些这个房产销售啊编造出来的 那而这些房产销售口中说的这些扬灰层呢 往往正是最受欢迎的楼层 那这样说的目的在于啊 让更多人放弃选择一些强手的楼层 转而考虑其他 比如说更高或者更低的一些楼层 这样一来 那些不太受欢迎的楼层 也就更容易卖出去了 第三个谣言呢 就是说这个楼层越高 空气越稀薄 这个紫外线越强 那这个事呢 咱们小学的时候学地理的时候啊 确实这么说过啊 因为这个地心引力影响 所以越远离地面的地方 这个空气越稀薄 相应的呢 空气对于紫外线的削弱能力也就越强 但是啊 这种情况 说的可是海拔上千米的高度 那咱们住的这个住宅楼 最高也就三十多层 离地面呢 也不过一百来米左右的高度 这个空气和紫外线的强度 几乎没有差别 对于这个健康呢 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一些影响 欢迎大家关注阿里关楼市的优酷账号 打开优酷视频 首页搜索阿里关楼市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就能看到关注按钮 下次想看阿里的节目 直接点击关注列表 就可以观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